現在都已經對不對 什麼年代了是不是 什麼東西都要講究電動啊 對不對 電動床 電動車 電動玩具 對 對不對 對 電動請具 對不對 電動洋 洋傘 有沒有 洋傘 對 可以不要手動 都盡量用電動的 好不好 進去看一看 彈性你看 非常Q 你看 有沒有 彈 就彈一彎 所以你看 店長乃是一下給我看 你先唸這個給我看 你先唸給我看 不彈 這個看有沒有多彈 啊 彈開 對 彈開 哇 整個彈開了 它上面有很多的毛細孔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會讓你會感覺到 非常的透氣 在橡膠樹上面呢 我們會割一個小孔 慢慢慢慢讓它滴到 一整天大概就滴這樣的一碗量 那有的時候 甚至三天都滴不到一碗 所以它非常的珍貴 很珍貴喔 那如果我們要製造一張雙人床 無齒的雙人床墊 需要 讓它滴一整天 才有辦法滴成一整張樹床 雙床要2500顆樹 所以可見它就真貴這樣 針腿 YULI 我現在帶了一個地方 妳覺得會喜歡 NO哥 你不是跟我說 妳要買床墊嗎 對 可是這裡是 沒錯啊 就是買電動床 NO哥 你不要害我 又不開心了 又要喝飲料了是不是 我哭了 為什麼要哭呢 你是不是身體哪裡哭 是不是 因為我最近都看電視 看到很晚才睡覺 你 不是 不是這樣子 那不然耶 你不要對電動床有一種迷思 好像 好像買電動床呢 就是那種 就是 對啊 或是他的行動緩慢的人 不是 現在都已經對不對 什麼年代了是不是 什麼東西都要講究電動啊 對不對 電動床 電動車 電動玩具 對 對不對 對 電動請具 對不對 電動洋 洋傘 有沒有 洋傘 對 可以不要手動 都今天用電動的 好不好 進去看一看 好 我來介紹一下 走走走 好 來 好 很舒服啊 你看 各式各樣都有 對 喔 這裡有看到 帥哥美女在這邊 等著迎接我們 對 小畢倆兩位就是 歡迎幫你 歡迎幫你調 我是洗潮企劃Berry 你好 她是Berry 妳好 是妳 我是新裝門市店長 Ivy 店長妳好 Yumi一直跟我說 我有一個迷思 對 她說 為什麼要帶她來看電動床 對 她覺得我是是不是 行動開始緩慢了 因為大家以前覺得 電動的東西 就覺得好像 妳是身體 身體不舒服 沒有自然的行為能力 所以需要輔助 手具來做 對 可是現在應該不是這樣對不對 對 現在差異很大 真的 電動床不分年齡層了 其實很多人也都會去做使用 年輕人也會喜歡使用電動床 那等一下由我跟店長來就為你們做介紹 還有其他的特色 這邊的話 我們來這邊介紹 居家到戶型的電動床 是 對 那它我們電動床有分為 床架式的電動床 跟床墊式的電動床 好 對 那床墊式的電動床就是 因為現在家裡的人 其實房間都會非常的小 對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說 如果房間格局比較小的話 那會建議使用床墊式的電動床 因為它本身是可以放在我們 原本現有的床架上面去做使用 現在我們看到的雖然是立在地板上 但它只要把四支架轉開 放在床架上就可以直接去做使用囉 不管我是單人床的床架 雙人床的床架 對 都可以 然後只要換成單人或雙人的 電動床墊 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自己 那它這樣 就沒有 不是 因為我們以前的概念是 整個床架會一直起來 對 沒有 所以現在已經單獨是床墊 所以就已經床墊就有支撐力了 對 床墊本身就可以電動了 那材質要很好 對 對不對 床墊才會舒服 像我們有分為兩種不同的材質 像我們有純泡棉的 那我們也有在專門做 就是在升級版本一點的 再加上乳膠床墊 所以才的舒適度會更好 更有支撐性 以前都是 市場乳膠墊 現在已經乳膠床墊 電動床墊 整組的 對 所以這個是照護型的 對 這是照護型的 像這個是床架式的電動床 它本身就有一個框架 更兼顧安全 是 對 那電動床的部分 像居家照護型 我們迪奧斯 我們是屬於政府的 公約廠商 所以我們可以補助 對 我們是符合政府的資料 你說買這個照護型的 對 買照護型的電動床 最高可以補助到 角度的部分的話 就是頭部的部分 你可以直接按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頭部的部分 我們可以上升到 85度 是 對 像我們要上下床的話 其實頭部的調整 其實都很方便 對 那像老人家 其實有時候會血液不循環的時候 其實腿部也會去做調整 對 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我覺得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他早上就有些老人家 我睡幾下 他又這麼久了 你要叫他這樣 馬上撐起來 突然起來 對 他不用這樣子撐 所以電動床在挑選的時候 床墊也非常重要 對 是不是很容易 有時候睡的時候 會有腰痠背痛 因為它沒有足夠的支撐性 對嘛 像我們爐焦床墊 所以我們主要是專門製作高密 高床墊 它有足夠的高支撐性 比較不容易擦陷 所以血液不循環的老人家的時候 其實腿部的生存起來 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是非常好的 真的 我發現這些對女生也很重要 而且有時候小女孩子 像你們常常高跟鞋 對 回去要抬腳 往後都會抬腳 在電動床的時候 我們這邊介紹的是 屬於加造護型的 那等等 我們會由店長介紹 就是說 年輕人 像剛剛提到的 如果工作需要 做酒站的這些人 或者是很容易腰痠背痛 或者是對於睡眠品質 非常詛咒的 那就可以選擇 比較年輕樣式的款式 有針對一般家用型的 年輕人的 跟年輕風格的 對 那我們來介紹年輕款式 好 好不好 來 妳現在躺的感覺怎樣 好舒服 因為它頸部有自然 完全 乳膠枕 其實我在家我也睡乳膠枕 OK 好 好的 那我們再來介紹這組電動床組 那許多人都會認為 是不是行動部方面的長者 才會適合得到電動床 是 可是你可以看它的外型 這個外型是非常的漂亮 它是屬於 就跟一般 一般家裡的床 床部是一樣的 對 沒錯 它整個看起來 其實是非常歐式的 是 對 那您也可以發現到 它旁邊還有一個小口袋 很貼心的 可以讓你放到它的遙控器 對 我以為是放手機 放遙控器 對 好 那我們先來操作 一起感受一下 是 這個是頭部 對 頭部的頭部 按了之後它就會生下來 是不是 它最高可以到85度 遙控喔 對 它速度蠻快 對 我們使用的是德國Oking的馬達 你可以發現它的聲音非常小 這樣子 停了 好的 舒服 然後呢 女生很喜歡抬腿 如果我們 平常如果就 只站著工作呢 一直穿高跟鞋的話 對 可以抬起來 對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解決 我們一整天工作了 這樣子就很舒服 這樣很舒服 對 如果抬起來的時候 你的腰部會往下膨 對 比較舒服 這個呢 鍵躺停的按鍵 直接按下去可以讓它整個高度 對 我來看一下 它大概最高可以 最高可以到85度腳 到85度 它會自己停嗎 它到85度腳之後 它就會停 就會停了是不是 對 其實可以到一個 非常垂直的狀態 腳最高可以到 35度腳 35度腳 那我們還有另外一款呢 比較偏現代風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太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OK 那這一款的話 您可以看到 它整塊的材質呢 它是屬於合金的材質 玫瑰金的 它的整個底座 是屬於合金的材質 所以它看起來 整體的話 會比較現代風格一點 是 那一樣它的角度 可以調到85度腳 那我們如果說是 要看電視的情況下 其實是非常舒服 腳不一樣 也是可以到35度腳 像我們裡面使用的床墊呢 我們都是使用 K&R乳膠的材質 您可以摸一下 化水乳膠跟 K&R乳膠的材質 兩塊差很多耶 您可以感受一下 它們兩個的延展性 我們稍微輕輕的拉拉看 感覺一下 它們兩個的延展性 彈性就不一樣了 這個就快要被我拉斷 光捏就好 你看這個就是沒什麼 你看這個彈性 你看 有沒有 就彈一彎 所以你看 店長乃斯一下給我彈 妳先捏這個給我看 比較容易塌陷 妳先捏給我 你看 不彈 這個看有沒有多彈 彈開了 你看整個彈開了 它上面有很多的毛細孔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會讓你感覺到非常透氣 不會嫩 如何分辨它的針甲 就是看它的延展性之外 它會帶有一個植物性蛋白的味道 天然乳膠它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抗塵蠻 對 會有一個淡淡的植物性蛋白的味道 那我們可以來看到 天然乳膠要怎麼製作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張 這裡還有圖 這張嗎 對 我們來看到這張圖 在橡膠樹上面 我們會割一個小孔 慢慢慢慢讓它滴到這一碗量 一整天大概就滴這樣的一碗量 那有的時候 甚至三天都滴不到一碗 所以它非常的珍貴 很珍貴喔 那如果我們要製造一張雙人床 無齒的雙人床墊 需要2500顆樹 讓它滴一整天 才有辦法滴成一整張的樹床 雙床要2500顆樹 所以可見它就珍貴這樣 真的耶 對 好像是不是印尼 還是哪裡很多這個 我們家的東西使用越南乳酥 越南 對對對 這真的不是只有年紀大的 或是有疾病的人需要 我覺得我們 其實它光做起來就很舒服 因為真的 就是不要睡太容易 也不要睡太硬 這種就是適中啦 滴膠最好 真的很舒服 因為滴膠就是支撐點又好 對不對 對對對 睡起來很好 而且你看 我們兩個人在這邊講 都沒有人 沒有要理我們耶 不是 他不會吵人家 欸 欸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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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要來跟你們介紹 我們的天然乳膠 它有六大的好處 它就是抗層蠻 因為它有的植物性蛋白 味道抗層蠻 對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 它裡面有很多的細小微控 可以讓它非常的透氣 不悶熱 是 再來呢 我們密度一一 裡面只有五 都是屬於非常高密度的場景 所以它的支撐性會非常的好 對 對 所以 因為支撐性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也是抗干擾 如果說 不希望我們在睡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互相的影響 對人翻身 或一直動眼睛 不會影響到 對 對 因為比如說半年 老公一直下來尿尿 對啊 一起來就整個床都動了 對 因為乳膠好處就是 這邊你在 它起早不會很大的晃動 對不對 對 沒錯 而且它 太柴一次睡得很舒服 是的 那因為天然乳膠 它是屬於天然的材質 所以它其實環保性很高 是 對 所以我們不會造成 地球的汙染這樣子 是 好 謝謝 好 那我們再多逛一下好了 好的 多帶我們逛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 剛剛講到這個照護系列 對 你說這一個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一句叫照護系列 電動床是有調整到頭部跟腿部 對 所以現在還有另外一款 就是三毛條的設計 它就是除了頭部可以調整之外 還有腿部可以調整之外 那還有多了一個水平面的上升 對 水平面 水平面 哎呀 它再往上升高了 水平面的上升它的設計 它是為了讓我們這些照顧者 如果要替這些被照顧者 去做翻身的動作的時候 或者是要幫他們協助他們上下床 我們是很常需要彎腰 對 那這個設計是可以為了減還 我們這些彎腰的那個處理 那它是一個貼心的小小巷 很多人家裡其實有一些 就是行動不方便的長輩 還是什麼 那有時候甚至它需要原地 就在床上幫它洗澡查澡 對 如果你要很低那些 對 如果你要很低那些 它可以這樣子 對 就可以直接操作 就可以直接幫忙操作這樣子 對 而且像我們這一款電動床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它就是有一個背部的 後退專利設計 這是我們屬於我們自己的專利設計 是 就是你當你躺下的時候 它會稍微的往後退 的設計 對 這樣子你就不會 就不會戳到胃了 就不會胃又不舒服 開起來會比較舒適一點 好貼心的設計 對 這墊子好舒服 真的很舒服 很堆耶 剛剛卡那個太舒服 好像粉粿了 你看 真的很超級 好像粉粿 但是我們都是純天然乳酪製作 而且是一體層起的 它有辦法這樣 你頸部有支撐的話 真的秒碎 而且這邊 太脆很好 對啊 對啊你看 你看 你看 每個都可以 好累喔 怎麼可能 你看 真的啦 隨便找一個人來操作 我沒有亂講的 你們一定以為它在配合我們 隨便找一個女生來自 等一下 欸 店長在這裡 怎麼可能 對不對 欸 你看 沒有睡 這麼舒服的東西 對不對 大家趕快來 好不好 對 真的太舒服了 妳要進來 妳要出門了對不對 對 對啊 妳要出門了嗎 這個是我們要贈受給我們的粉絲的 它叫 迪奧斯天然 天然如家 對 我們夯頻道 明人出來玩的粉絲 我們的觀眾朋友 給他的福利 沒事 那我們裡面的話就是這一顆 那這一顆是我們銷售 非常多顆的一顆枕頭 那你可以發現到 對 它兩面都可以 對 它是屬於 就是高低枕這種工學型的話 就是如果今天你的 如果頸部比較不舒服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你一樣的角度 對 重點是它不容易塌 現在而且不會 對 而且是好整理 對 乳膠 但是它有 比如說不能曬太陽 還是不能碰水 乳膠非常怕紙外線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拿到 太陽下線 那它如果撕掉咧 如果撕掉 我們平常用廚師機 把它處理 就快一點 對 千萬不要用熱的風 可以它 因為它怕熱 對 但是外面這個可以洗 對不對 可以這個都可以採取 這個我們可以吧 外面的這個 頭罩 就是裡面的 不要塞到太陽就對了 好透氣喔 所以乳膠還有一個很透氣 是 對對對 有啊 剛剛我們有介紹它那個 對 然後外面我們也都是使用 天師的材質 對 是 太好了 那要怎麼樣可以 怎麼樣獲得了 那就要鎖定 我們的節目的播出 還有上我們的粉絲頁 還有官方網站 對 你就可以知道如何獲得 這兩顆限量的 迪奧斯天然乳膠整 今天非常謝謝 電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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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Berry 謝謝Berry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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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好 我們繼續睡覺 來 來 那我們下個一句 三個人一起躺 來 一二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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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